曾拍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部无数人心中经典电影的法国导演 吕克贝松是许多中国影迷心中的偶像 昨日吕克贝松就写新片 孙季特工千兴之城来到北京 在京举办了盛大的影片手用里 吕克贝松在应后也在场台前 亲自与在场的媒体粉丝进行交流 孙季特工千兴之城改变自同名漫画 这本漫画可以堪称是法国国民纪漫画 虽然年近60的吕克贝松也是看着他长大的 而在此背后还有一个颇为感人的故事 所以首先的话呢是因为在我十岁的时候 我的第一本漫画书是我的父亲送给我的 所以的话呢我想要去感谢一下他 其次的话呢就是在整部影片的准备过程当中 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 所以的话呢我失去了他 所以我说他没有忘记他 我忘记了他的作品 他给了我第一首首歌 我信任一些电话 我发给我一些电话 我听到那里在《The Paradise》 他们有很美丽的镜屏 我认为他会看着《The Paradise》 而且在《The Paradise》上 你还没有需要眼睛 你能看着《The 3D》 sans眼睛 所以我想通过我这样的一个行为 去告诉我的父亲 我并没有忘记他 而且的话呢 其实我也跟天堂里的父亲 已经通了一通电话 他告诉我 其实天堂里面也有大的屏幕 他可以看到我的电影 而且的话在天堂里面 我相信是不用戴三D眼镜的 他一定会看到最好的三D版本 而作为一部进口大片 新一特工中 还出现了一名中国演员的身影 那就是无力凡凡 无一凡老 而在场媒体 也对无一凡的餐宴提出了质疑 认为是出于流量和票房的考量 但李克贝松却表示 自己之前真的不知道 吴亦凡在中国这么有名 另外的话 就像我碰见 第一次碰见吴亦凡的时候 起来我并不知道 他在中国这么的有名和受欢迎 我发现他在第一天拍摄 在机场上 有15年小女孩 在中国的门口哭 我问他什么 所以其实也是吴亦凡第一天到我们片场的时候 才会发现他原来这么的受欢迎 因为当时有15个中国的小女生 然后尖叫着说 吴亦凡 然后因为你知道当时 雷哈纳也在 但是没有人去喊雷哈纳 雷哈纳 所以那个时候就明白了 孙剧特工千星之城将于8月25日上映 爱奇娱乐 北京报道